…… 喂喂喂 主播 要不要跟记者讲一下 我们现在位置是在哪裡 是的 文欣姐 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在八德社区旁边的竹林里 竹林里 怎么有点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感觉 你是在等我来的呢 没有啦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竹林里找我们的主角 猪罗树蛙 来 让我请专业的来 理事长好 理事长好 理事长 听说你今天要带我们去找猪罗树蛙 那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个地方 因为猪罗树蛙主要其实在竹林里 还有在草丛 比较茂盛的地方 尤其如果有水的话呢 它更会出沫 比较多 那这片竹林这么大 我们要怎么去找那个小娃娃 大概在竹林跟竹林丛中间 它这边有竹林的地方 有积水的地方 比较找得到 所以我们大概说 尤其我们要听它的声音 如果它有出来的话呢 就叽叽叽的那种叫声 我们可以听着声音来去找它 所以我们就是听声便位找青蛙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走 走 走 是的 猪罗树蛙不仅非常珍贵稀有 还是我们台湾特有种蛙类 特别的是它们集中分布在云嘉南地区 输量可以说是相当稀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巴德社区 会致力于维护生态保护猪罗树蛙的原因喔 你看那里有一个一条 你看那里有一个 我今天要看吗 今天是我们今天要找的 不是 她刚刚在找的同种 我比较多 哇 这家是我的 不是假的 是啊 但是来说 不是我们要找的猪罗树蛙 那我们知道它是不是猪罗树蛙 你看石 我们只有靠岩森嘛 那石都没工啊 而且它斑点很多 好像虎皮斑 就是 那个猪罗树蛙是草绿色啊 那石都 有那个白线 所以这不是那些 那猪罗树啊 也长得差不多这么大只吗 对 对 比较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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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到8公分 供的是5到6公分 比较多 比较多 而且它很淡定耶 对啊 还是我们就 不要炒它 嗨 好 打个招呼 然后我们就 好 拜拜 拜拜 这个动物不要伤害它 好 这就是你们很厉害 你们都这样扫过去 就知道有没有 对啊 我们都要看得很认真 又更小耶 对啊 两块 颜色也咖啡色 好啊 是树蛙的一种 好 也爬太高了吧 它们 它的吸盘 你看它张开 那个爪 对啊 有没有 我以为顶多在那里 顶多在那里 连铁皮屋它都能吸上去 它会爬到那么高吗 顶多到这个窗户的上面 差不多 对啊 金花王子 我们刚刚找了好久 可是都找不到我们今天的主角 猪罗树蛙 要有耐心 因为这个季节不是猪罗树蛙的 那个出没的时间 哦 它比较喜欢下雨天 下雨天过后 还是夜晚 哦 这个期间它才会零降 诶那王子啊 我们有没有统计过 就是我们社区这边的那个 侏罗树蛙的数量 早期我们还没有从事社区雨天 我们社区的前面有两块土地 现在已经填土了嘛 嗯 那两块土地就足利 嗯 它数量很庞大 嗯 那因为被它们开花以后 破坏了整个环境 侏罗树蛙的数量越来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一块株林保留下来 就是为了保育树蛙树蛙的棋息地在这边 哇 我们人民自己去捕海边 我们要好好把这些农民捕捉 他今天都找不到 大哥今天都找不到 你们在那里找不到 你们在那里找不到 哦 你们在那里 老虎才会走出来啊 这样不啊 今天可能会你们漏空 哈哈 哈哈哈 没关系啦 那真的 那真的我们找不到 就来给观众朋友自己来找看看啊 看来啊 是我们这两位主持人的魅力不够 树蛙都躲了起来了啦 不过不要紧 虽然猪罗树蛙的棋息地 不是被盖了房子 就是挖了马路 导致数量是逐年下降 但是由我们这群巴德社区的居民一起努力 来维护猪罗树蛙的这片栖息地 相信就算没有增加数量 但也一定可以减缓他们的数量 减少的速度哦 诶 文鑫姐 诶 干嘛 今天来玩的巴德社区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耶 因为不管是总干事啊 还是社区居民 其实他们整个社区 要如何共生共存的概念 我以为你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们的披萨真的很好吃 你个吃货 好啦 不过说实在话 今天虽然说有点遗憾啊 没能够带大家找到猪罗树蛙 不过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机会留给大家自己来体验 是的 那我们下个礼拜 要带观众朋友去哪里漂配呢 那就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咯 我们下周见 拜拜 就厂严 慢慢找 好 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好 反正 真的找不到 我们就上网小谷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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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